我想一開始這邊有很多新朋友 我們放一點剪接的片段 來讓大家重溫一下我們這兩個旅行 然後呢 這首歌 我這影片剪接的時候 是用拼起在學生時代寫的一首詩 這我的好朋友 雙語座 浪漫的雙語座 那學生時代就開始寫詩 寫了一首叫做喜歡除寶 那我想帶著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過去有十年 有一個很長的主軸 是在用單車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播一下這個 然後直接把它播放就好 還是它有配合音樂 我們來回顧一下 我們過去的十年做的事情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進行 那現在最新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這兩本書是我們的代表作 也是我們的創業作 然後我們兩個人 到目前為止應該是一起寫故事很多 這是我十八歲 一個人騎腳八歲 剛剛有個小弟跟我說我去環島 十八歲第一條是第一次環島 然後阿拉斯家 這個是我十三年前的樣子 剛一九九八年 這是我的廚房 在全世界沒有人的地方 這就是我的廚房 沒有人的地方這就是我的家 在旅行的過程中享受到這種自由 這就是我所有的家當 前面是衣櫃後面是廚房 還有我的家 然後打開來 一個人在世界上不需要很富有 只好這樣就可以旅行 那Tinky在美國加入了旅行 紐西蘭推薦給有環島過的 你去紐西蘭就覺得跟台灣一樣 還有阿美主張毛利人 澳大利亞是我做過最瘋狂的旅行 我恆越的東奧沙漠 這是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小朋友 那這是在沙漠45度的沙漠 晚上地板都是鐵板燒 那荷蘭很適合親子 因為荷蘭非常他們單車很盛行 那歐洲有很多國家 像波羅的海三國 每一個國家都很特別 瑞士我們很喜歡 因為單車旅行 我們會認識各個國家的朋友 那我們就跟當地人一樣 然後在丹麥也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丹麥的朋友 一直是給我很多的文化創意的養分 就是我們第一次搭遊艇出海 然後在歐洲裡面 最主要就是去感染到文化 那西下拉車可以感覺到崩 這個跟南台灣很像 陽光的感覺 然後你看我們的衣服就知道 這是冬天 這是夏天 所以我們就跟著火鳥一樣 在那我小時候想要當北海小英雄 就是在挪威 是我們有很多的動物朋友 就是洛馬 給了Pinky更親吻 其實腳踏車我們偶爾也要搭配船 搭配不同的交通工具 看到了全世界很多很棒的表演很棒的東西 這Pinky好年輕喔 就在土耳其這樣 全村的人都會都聽不懂 然後剛剛捲回家去唱歌跳 你讀到書中 土耳其的部分你一定會感動 全世界人的心都是一樣 然後到埃及 然後到尼羅河上 有這Pinky的夢想 你會發現Vicky基本上沒什麼變 但Pinky是很多變的 到了黑人國家 這艾水也可以做 做了一套黑人的衣服 大概台幣100塊 然後呢30歲生日 在非洲大草原 小時候說要跟獅子獵豹一起過生日 在30歲實現 所以有什麼夢想 要撿了一隻小猴子 在環遊世界的過程中 因為撿了這隻猴子啊 彌補我童年的一個小小的遺憾 書裡面這個故事是很重要的 然後有一趟加拿大的旅程是 後來再去的旅程 我們用念力 那這一個旅程的部分呢 跟閱讀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 如果你有機會 清零你所閱讀的那些場景 他會產生很多共鳴 然後07年會Pinky不想騎腳踏車 我就發明了騎血力車載他這件事情 所以去了日本、韓國跟大陸的 然後呢最後我們在2008年到了拉薩 那算是我們10周年的紀念 去布達拉宮 那我相信世界上有一條 有一戀 他會把我們全世界戀在一起 那陳如瓦布說 這輩子活在地球上的人 都是有因緣的 所以沒有區分 當我們把地球放到宇宙中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微粒 這上面的人都叫地球人 所以我從小就認為 我不是只是台灣人 我也不是只是亞洲人 我是地球人 如果你是認為你是地球人 那你可能就會 因為這樣去了很多地方 你是不會害怕的 那沒有什麼好怕 那我們再把那個稍微關起來好 那我們再來講一點點故事之後 再來講新故事 然後一些新朋友一定覺得很好奇 因為你今天才知道這兩個人 可能今天之前 你也沒有認真去聽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所以你現在心中開始有了一些疑惑 那當然你看書 你今天跟我說 這邊除了這個紀念板 還有作者親筆簽名這樣 而且呢 你帶回去之後 你可能開始 夢想會發酵這樣 可是你今天 因為我們還在這現場 你肯定會有點想要了解 想要問一下 你可能有點疑問這樣 想要問我們這樣 新的這朋友 你會想問Vicky Pinky什麼事 你會最想知道的是什麼 兩個女生騎腳踏車去環遊世界 十三年前開始辭掉工作 就沒有再上過班 然後現在每一年都可以去完善到六個月這樣 台灣真的是一個寶島耶 才會有紅雅書店跟藍色空間 對對對 你們會想要 會有沒有什麼想要問我們的 有關這個部分 因為這是比較我們早期 我們的生命之所以會改變 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一個上班族 變成自由工作者 他拼題從一個只是自己 接一點點專來或是自己創作 到現在真的可以以文字 他最喜歡的東西文字為生 而且讓自己生命發光發熱這樣 他以前我們很吸 我們以前很 很佩服那個英語系的作家 哇 英語系的作家 又可以賣北美紐奧 哇 歐洲全世界英語閱讀人口那麼大 我們好羨慕喔這樣 直到今年我們開始找到第二春了 我們十年前的書在大陸被當作熱門暢銷書在炒作 十年前都沒有在台灣看過的場面 在大陸看到 而且再加上今年 不得了的 我的副科今天也來 他很開心的 小時候都睡了 跟他講完 九月那個孩子 今年快就有八本齊 我一輩子都沒有想過當作家 那我算了下 我今年跟我相關的書有八本 為什麼 因為去年的這兩本不算 今年出了 今年這本已經出了簡體版 大陸又算新書 現在在編單車封業期 而且因為呢 加拿大這本書太感人了 所以呢 聽說 加拿大駐中國的新任大使 已經答應幫這本書寫推薦 哇 很感人 因為這本書看完的時候 有一個大概幾年前 我第一次新書發表 對夫妻中年喔 大概像這個大姐這樣 夫妻兩個來 我想這個 也不像會喜歡單車旅行這樣 來新書發表這樣 我就認真了耶 看這個好像做那個重點標記 喔 他們就在結束的時候 我就特別 欸 請問你們是 黃先生說 你們是台中 你們到我們移民 溫哥華的移民十五年 哇 那你怎麼會知道 他說呢 因為他真的在加拿大那十五年 感受到加拿大人的 對那種土地的愛 加拿大人很好 那他自己常常在就是健行這樣 他很想把加拿大美 介紹給台灣同胞 他從來沒寫過書這樣 但他很想寫 他就去書店看說有沒有寫加拿大書 就剛好看到這一本 剛出版 就跟我說 我說邊看邊哭 我說這麼誇張 他說看完給他 太太看了可以一起哭 他說真的 很真誠的人 講到眼睛有紅 我說黃先生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這麼感動 他說他沒有想到 有人跟他感受的一樣 而且可以把他寫得這麼好 因為這些很多點 然後那寫的人是沒有去的 重點是寫的人是沒有去的那個Pinky 因為那時候他認為他的姻緣在西藏跟印度 所以他去了印度跟西藏旅行 那我是覺得我的姻緣在加拿大 我要回去 所以那一套旅程是我去 但是回來是他寫的 所以這本書 我的故事太精采 然後他的文筆太棒 然後他後來跟我一起練氣功 這我們都心靈相同 所以他寫到黑了 走火入魔 都變成是我的 寫到後來我要離開加拿大很悲傷 他都完全進入狀況 而且我告訴各位 你們是無法理解的這樣 你們沒有辦法理解這本書 有多令義這樣 因為在寫的很多時候 剛開始的幾篇 都是我很仔細的跟他看照片跟影片 然後跟他講細節 然後這個金寶先生他想告訴我什麼 這個代案想告訴我什麼 這個那個Chiarie老太太給我的感動 他就寫的就是 OK就是可以幫我表達表達的 可是寫到後面幾篇 等一下我有告訴你David他們家有那個東西嗎 我現在沒跟你講 我說他有看到 他已經完全那種小說家 完全進入那種模擬 就寫到後來他很悲傷 因為我還在加拿大的時候 很悲傷 這本書回來我去做了一個催眠 因為已經太奇怪 這書裡面有人跟我長得很像 那我覺得說怎麼可能 那外國人長得很像 只要去染脫髮 就跟他們很像 就很奇怪這樣 我想說 有些朋友也要催眠 我要來催一塊 一生都要做一次這樣 發現 上輩子很多家人 真的都在講到 都跟這個國家 所以這是寫我自己的 第二個故鄉的故事這樣 所以這本書 可能看過的人 你就明白了 但這完全不能在講夢想 這個在講這個情 那我很感激 那我很感激 我媽媽感激 很慌 因為我記得 我如果只有一次 有記得 我的小哥跟我吵架 我媽媽最小的兒子 就是我小哥 你說你不是媽媽生 然後我就說 那你很小的時候 其實你不知道這句話 會說 阿媽 阿仔說我不是你生 我是喪生 因為小哥叫阿仔 那小孩子吵架 才會講 阿媽 阿仔說我不是你生 我會喪生 阿媽就說 你是天公的兒子 他說我是天公的兒子 天公把我生下來 我說 對 所以我是天公兒子 然後天公就給我聽 我在全世界 就跟全世界 都是天公的兒子 對啊 那個 我覺得加拿大單身 不會輕輕 會發現 我找到了很多的家人 其實我對家的印象很模糊 等我離開我阿父家 我對家是很模糊 但是我在加拿大這本書裡面 就發現我的家在世界 我的家 很多人家就是我家 這樣子 身體的小孩一點 不只用本事 因為我小時候下課不會直接回家 回家還沒東西可以做 我都到處去別人家串門子 所以我小時候 去到那孔同學家 林同學家 李同學家 那我從小 有一種他心痛 我都讀到媽媽的心 我都表現很乖巧 然後媽媽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留在我們家吃完食 然後我等我 然後我都到處去吃 還在外省阿伯 這包啊 這半頭 然後我都沒用 請我吃這樣 所以我從小就很自然而然 去別人家 把他當作自己家 沒有障礙的 就是長大 你書裡面覺得奇怪 你去怎麼去都沒 我家就馬上好像變成 跟人家很輕 那是因為我從小這種 才能夠存活下來 我必須要這樣才能存活下來 然後呢 其實這兩本書啊 是要推薦給各位 如果你很喜歡旅行 你真的很想要得到一些很正的量 這兩本書很好看 你看了會明白 然後去年呢 今年年初我沒有來吧 我說今年年初有兩本書 就比較怪的這兩本書 那我願意為 等一下請Pinky分享一點 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第一次嘗試 這本書我本來想設計成一個筆記本 就我想筆記本還挺大 我這樣很過癮 空白 我完成一半 另外一半都沒有完成 小朋友都會 最好不會看字的 看這個都很會說故事 因為每一幅畫都怪怪的 自動看到這樣的話 也可以出書 對自己都蠻有信心的 然後這裡面呢 我就把它變成了那個 我跟我小時候 我跟我拉布了一些對話 然後我把它變成幸福生理裡面 很多學生問我的話 然後還有呢 我講了一些故事 我用這種 然後這有一些是筆記本 其實它是設計成一個筆記本 直接給大家去看 然後最後 最後講了一個小數的故事 其實這本書最後我發現 它是在療癒我自己的童年 真的 所以前面都很開心 那個珊珊老師講一下 你看這本書的感想 他說我很狠 他說寫這本書 居心佛陣 剛開始看的那些圖畫書 其實會畫畫的人 一定覺得說 這麼容易就可以做到 我應該也可以做得到 可是看到後面呢 他有一些文字上就是 到後面是Vicky的家裡的一些故事啊 就是心情上的還有一些 對自己很深層的回憶 然後呢 我看完之後 我本來以為是看 當我遇見你會痛呼流涕 可是想說 當我遇見你文字很多 那個晚一點再看好了 反正這個沒幾頁嘛 字很少就先看 就後來看到他後面的那一部分 我自己也痛呼流涕 就我是覺得說 他阿布也是在照耀的人 我覺得啦 所以我覺得 我也希望他阿布也照耀的人 然後讓你對世界上 有很多正面的能量出來 就是你可以很勇敢的 克服很多的困難 我覺得Vicky做得到 我相信每一個在座的人 都做得到 因為這本書也有點怪怪 所以你不要輕易的帶回去 因為可能會產生什麼事這樣 我們的書好像都有點怪這樣 就是有一些奇特的人才會 跟著 跟著書有感應有能量的人 就會把它帶回去 那我只唸 我只唸第一個 就是我開始寫這首 這本書的開頭 是因為有一次在高鐵上 忽然之間我明白了 為什麼我從旅行的一開始 1998年他上旅程回來 第一場演講就在家裡 從實在大概在這十一年當中 我演講了超過一千五百場 我很多小學 聽我講故事的人 現在上大學了 幾小時我小學聽你演講 聽我演講 現在在大學教書了 在高中教書了 忽然明白了 有一天我大概講一千多少 我終於明白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二十七歲的時候 當我真的實效的諾言 我跟他媽媽說 小孩我就跟他媽媽說 我要長大 要環遊世界 然後我二十七歲那一年 我踏上旅程的時候 我還來不及回來 我剛騎到美國的時候 我媽媽就重病 最後他要到天堂 去提電盜完最後那個階段 聽說 他一直說那孩子怎麼沒回來 他叫我的小明 那孩子怎麼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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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孩子怎麼真的 所以一直跟他講 這都安心了 這樣就走了 然後我發現 可能我都沒有機會 公告書我怎麼不聽 所以我只好公告書我 在世界上聽 我說一次再聽一次 大家都不聽 那有的時候 有些場子 特別靈異的時候 就那種場子 那種講完之後 那種感覺特別強 所以我老婆那天 有比較多的加持 這樣 就是 我在那個明白 我為什麼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就寫了這一首 短短的一個小小的詩 那我就只捏 這本書我只做這個分享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快樂的 所以這四棵樹都有 各式各樣的微笑在笑 我就像一顆被放在野地的種子 阿富用它溫暖的手將我拾起 輕輕將我埋入愛的土壤中 慢慢吸收生命美好的祝福 小小種子在自然中成長 自帶的長成了一棵小樹 小樹在風中清唱夢想的歌 唱片山林唱片原野 小樹將阿富的愛散播到世界 變成一座幸福的森林 永遠存在青山綠水中 所以我叫林存吉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棵唱歌的小樹 就是阿富以前是生怕 他生怕只能一對一 我現在生怕可以對比較多 我去校園裡面讓每個孩子相信 他可以看得見夢想 他可以相信夢想 他可以勇敢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每個孩子來跟我講他們的夢的時候 讓我們給他們祝福 這些小樹就會長成一個很漂亮的森林 所以這個在講 其實這本書其實是要鼓勵大家 要回到你原來的 你最小的狀態 你可以拿起筆 你就可以自己畫 你問我這些圖怎麼畫很簡單 他我們氣功老師教我的 他說你把你喜歡的彩色筆就放在面前 那你開始跟不咒 不咒自己不咒筆想說 我會想畫快樂 就這樣就好 你就不要想了 你手就會去拿一個筆 你就開始畫快樂這樣 所以這每一個圖都不是設定要畫成什麼 剛開始的時候 跟我的感應沒有那麼靈 我如果說我想要畫一朵花 就變成一隻烏龜 我想要畫一個 我想畫一個 棒棒糖就變成一隻蝸牛 所以我這裡面的東西 看起來都有點怪怪的 好像不是長在地球上 可是這是我從小常常會看到一些 我看到的東西 那我就把它畫下來 所以這本書 如果你可以透過跟自己的心對話 你可能會寫一些東西 或畫一些東西 那都有意義的這樣 我只是做一個示範 所以這本是一個畫策的 希望大家寫下星期日記 然後另外這個 當我遇見你就靈異了這樣 每一場如果是真的 以前新書分享會都會 哇 拼天的故事聽得好感動 因為今天我們有著重講故事的戲 可是之前講那個單字完就忘記到你感動 可是這本書喔 每次發下去 然後就叫他 欸 你看一下 然後那個人就會 趁好翻到一頁 上次還紅咬一個 站在那裡男生 就趁好翻到一頁 才沒講幾句眼淚就掉下 因為當我遇見你是一個跟心靈很深 這邊有沒有人看過 當我遇見你的 當我遇見你看過的人嗎 我都剛好沒有嗎 當我遇見你這個 只要翻 通常就會翻到某一頁 很奇怪 就剛好是那個人對應的 然後每一場都會有一個人 因為某一句話 講一講自己的生命經驗 就哭得很快樂 哭得很快樂 所以請Pinky跟大家做一下分 那我先講 念一小段 翻到倒數 倒數最後有一個叫 致VP讀者的一封信 那個角速唱歌也可以 後面倒數第幾 也有一個致讀VP讀者的一封信 相遇不是偶然 只是我還不知道原因 必須走得夠久 才有機會看到全貓 回收每一步 都更接近內在的自己 這一趟靈性之旅 難以言喻 充滿無與倫比的喜悅 生命是上天的禮物 書是創作者的禮物 與讀者產生某種奇妙的連結 曾經扛著所有的家當走向世界 那是年輕的夢 在單車環球夢和單車楓葉情的邊緣 有太多掙扎疲累的微笑 十多年來 超過五十萬字的旅行書寫 就像在地圖上做記號 刻下一個字代表一小步 一步步連綴成主夢的長路 放下所有的承擔走向內心 這是終年的詩 詩的天空有一股強勁上下翻滾的氣流 七年來氣功瑜伽靜作茶意古琴 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宇宙 不知不覺中 無重力文字像水一樣 從心中流出來映照行旅的風景 這些信手年來的水筆 到了2012年 變成當我遇見你愛小書唱歌 這兩本原本不在於藍色空間出版計畫中的書 卻自然然長成現在的風貌 當我遇見你是新建的靈性日記 透過靈動書寫 書法與純青的攝影洗滌心靈 探索內心深處的風貌花園 重新找回愛的能量 這是療癒系的勵志小品 小書唱歌是純青的生命塗鴉 透過靈動書寫 繪畫和筆記 邀請讀者一同走過幸福森林 與孽在小孩對話 請你共有的詭異 這是療癒系的筆記書 當我遇見你愛小書唱歌 這兩本不只是我們兩個人的靈性之旅 而是充滿能量的禮物 希望鼓舞每一個來到人間的靈魂 與自我對話 與天地對話 與萬事萬物產生凝結 邀請你一起踏上這趟不可思慾的旅程 那其實我們在新的分享會 都會玩一個遊戲 那遊戲就是大家拿這兩本書 隨便拿一本 那你隨便搬到某一頁 那你就會把琴林讀者把這一頁唸出來 然後跟我們講說 你看到這一頁 你有什麼感覺 那因為今天是國慶日 我感覺我跟Vicky的演講很奇怪 我每次到了紅雅 來分享都跟我們之前想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這次來聽到你的平常心 因為今天是國慶日特殊的日子 所以其實我們都不設定今天來要講什麼 我們都會來到這裡 可能去別地方是放電 我們有一個比較既定的演講 跟別人說 我們來這裡是充電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我們彼此激盪 請問我們有沒有讀者 你可以現在你手上隨便你翻開驗 你覺得你有感覺 那你可以念圖那一段 跟我們分享那一段的心得 可以 隨便翻 我們有試過非常深情 隨便翻開驗 那你唸一下 唸一下 唸一下 你的手往上舉 我的手也往上舉 你要不要先分享哪一頁 四十七頁 四十七頁 你的手往上舉 我的手也往上舉 也許方向不同 暫時不能相握 總有一天 你會看到我眼中的愛 一分不少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這 因為是國慶日啊 就 有一點想到台灣跟中國的關係這樣 小寶 五代 國島 他講到的智力 對啊 其實 你是本省的還是外省的 蛤 你的上一代是所謂的本省 我的祖先 但是我祖先也是從那邊過來的 對啊 不是1949啦 算本省 算本省 對啊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這一段在哪裡 沒有 因為最近都在關心一些社會議題 突然就想到可以 釣魚 釣魚台 然後前一次聽到一個 釣魚台都是我們的 啊我們到底是誰的 對啊 沒有 其實因為 國家 我覺得國家的概念太狹隘了 之前在臉書上其實有分享到一張圖片 然後 就是龍貓 龍貓的一個 龍貓卡通 然後他截取其中一段一個截圖 然後就是所有人大喊 釣魚台是大海的這樣 對啊 其實人活在世界上 一定要爭個什麼東西 我覺得 其實 其實就像老師你們兩個 現在在大陸也是很多朋友 對啊 我覺得 上面的怎麼亂不管啊 反正我們下面的彼此友善交流 每天可以過好生活快樂快樂的 然後不要發生什麼災害 很平安真的就很好了 整個這樣 請問你叫什麼 叫我阿輝就好 給阿輝熱戀長 謝謝 送阿輝 不知道明信品 我是 後面有劍嗎 那我聽阿輝講 我覺得非常感動 我覺得很棒喔 因為我沒有想到 這句話 會有這樣子的 他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其實跟我當初寫的很接近 其實這裡 我為什麼會寫這一段 就是說 事實上是在寫我的弟妹 為什麼寫我的弟妹 因為我們家 也很特殊 跟Vicky家比較不同 就是說我們家 外表是一個完整的家庭 可對 Vicky講 然後事實上是崩崩迷信這樣 就是說 我父母他們 是在婚姻內 可是也是各過各的生活 那我們小孩 就是大家就 三個小孩子 自己 求生存這樣子 是這樣的情況 那為什麼 我說這段寫我弟妹 因為 就是 這幾年就是 我弟弟之前 一直屬於那種 收穫很高 可是都 應付的賬款也很高的 那種 有財務有點 管理不是很好的那種情況 那我就 我就幫助我弟弟去買一個房子 然後希望他把錢存起來 那我就一直很希望說 我弟弟有一個房子 以後 能夠吸引你 就是說他的真愛 就是 他的比較好的對象 然後跟他共主家庭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知道說 因為我弟妹 就是很快 就是很奇怪 就是說我覺得男生 好像你是要 你是要一個穩定的一個地方 以後 你那個 你那個家庭就很快 那 他有房子以後很快 就 遇到一個對象 有一個機會 那有小孩 可是 可是你可以知道說 因為我弟妹跟我弟弟 認識到結婚的過程 非常的快速 又很快有兩個小孩 所以你可以其實想像 還有我們一個是這樣的家庭 所以你想像的情況是很混亂 就是他在 我弟妹進來這個家庭 他發現他必須跟他的先生 要處理 然後他跟他的婆婆 他公公每個都有問題要處理 你知道嗎 就是你可以想像那種混亂的情況 那我為什麼會寫他這一段 因為我在我弟妹身上有看到一個 就是說 雖然情況很混亂 可是他意志很堅定 他意志怎麼堅定 就是說他意志很堅定 就是說 我已經找到我一樣的男人 誰都不能阻止我 他有讓我看到這個點這樣子 所以我寫這個 我寫這段給他看 但是希望鼓勵他說 不論周圍 現況多麼混亂 然後多麼困難 那我覺得你有這個堅強的點 我相信就是說 我相信他對我 他先生的愛就是我弟弟 還有我對我們家人每個人的愛 雖然我有時候 因為你可以幫助全世界 你可以幫助你自己家也是很困難 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就會家裡就有一些原生的東西 不是你可以處理 那 所以我是盡量 可是有時候我的能力也是 沒辦法到達 這樣 所以我就寫這樣的祝福 所以寫到這段話 可不可以跟各位分享 你知道嗎 我寫到這段話以後 我是今年 這本書是幾年初 四月初的嘛 那五月 我就把我們全家人 邀到清除分享會去 那我就把每一段 跟他們有婚禮能聽 我覺得 我 我弟妹的表情 露出很震撼的表情 因為他本來以為說 家裡沒有人 了解他 我支持他 可是我在大庭廣東上 只要跟他講 我就讓他表情變了 然後現在 經過這一年 還沒到一年 現在已經是 現在是十月 現在十月十號 我就經過伴侶 我 我弟弟還有我弟妹 他們兩個小孩 那整個就是 完全翻轉 本來是一個搖搖欲墜的 一個新家 新家庭 小家庭 而現在是一個 非常幸福的一個家庭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震撼 所以回憶到你說 我們現在看著兩岸關係 雖然有點小問題 對 對 對 武兵 兄兵 越來越多有這種正向的想法 我想未來很快 很多事情是超出我們 想像的一個很好的結果 我想要說跟家庭一生到國家 對 很好的 感謝他們 謝謝 他們要做一點這一點 哪一頁 哪一頁 小樹唱歌的 他們有葉樹 對 好 那就是冰爛的那一頁 寶貝的那一頁 寶貝的那一頁 讓心沉浸下來 感覺本來的能量 環抱內在的光明 回歸愛的本質 也就是宇宙的光 那 看到這個其實 我剛剛有點記憶的這個 因為我自己這兩年 跟著 我來自西竹荒野的黑影 大家都叫我小姐 那 看我今天的穿走 其實可以大概知道說 我們 平常在注意的事情 其實 我們不是積倆 那 我要分享的是說 因為我們 其實走過很多台灣的地方 那今天 我是特別來到 早上其實我要在新竹 那下午 就是晚上的時候來到 紅雅這邊 就是想要來看看所謂 作水西南 所以不要的事 就是蘇姐 這樣子 那 因為我自己本身 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看到 核能這個東西 其實在幾年前 我完全不會覺得 核能是一個問題 然後一直認為說 它是藍綠的對抗 那後來自己慢慢去了解的時候 才知道 其實它很多的問題 在裡面 為什麼講得越來越激動 OK 那 前陣子剛好就是有人發起 要掛國旗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跟火把代表 可以為這件事情做點什麼東西 我們就號召了今天來了三四幾個 我們就在新竹 穿著披著這一盒的那個國旗 在新竹那邊繞 然後紅人就跟他們講了那個問題 那個起源只是因為我們在寫鳥的時候 又看到那個國旗的東西 我們就突發傾向 想說應該可以對這件事情做點什麼 推移到這邊 我又看到說你是宇宙的光 其實我們原本都是一個很單獨的人而已 那在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像我現在受傷其實有刻了一些印章 就是因為我們要發起那個單車國慶活動的時候 有夥伴他們自己突發奇想 就拿去刻了一些掌 其實我身上開了好多文件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事情 就莫名其妙的它集結在一起 剛好昨天我們邀請一個社運的前輩 在新竹話裡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他說我們每一個人其實走出去的時候 我們代表的都是千人萬人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其實我們剛開始聽到的時候 會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像我自己 我是有工作人 在公司裡面 他們全部人都叫我 喔你是環保的先鋒啊 什麼環保鬥士幹嘛 就是你是在那個環境裡面也是唯一 是非常少數的 但是你只要走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身邊有非常多 我進來紅雅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 到底有沒有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看 是因為我在新竹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辦類似這樣的分享 所以我是希望知道說 到底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的努力有多少人看到 多少人認同 我們會起來做這樣的努力 所以我就看到你是宇宙的光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那個光 所以我們都可以發光發亮 而且你只要發光發亮的時候 有更多的光源會一起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真的還蠻神奇的 就剛好讓我辦到這一頁 就剛好符合我最近的這個心境 那我下來就是希望透過我剛好是 其實我年紀比很大了 開始環台的時候大了 我也是傾聽心裡面的聲音 覺得說應該要台灣走一下 希望來看看對這片土地在關心的人 那因緣機會之下 我就覺得應該要先來這裡從這邊出發 對我覺得 然後那一天我問國姓的時候 我還問說 你也是來充電嗎? 其實也是 我就覺得我應該來這邊的時候 然後剛好又聽國姓講說有今天這樣的分享 因為我也是單車方式 我就怎麼一切都這麼巧合 只是我根本比起來比較小 一直在台灣而已 對我想跟這樣子 大家做一個很凌亂的分享 謝謝 我覺得當一個人開始用比較慢的速度在生活 或是像開始騎單車 你應該就比較容易聽到自己內心的那個聲音 那我覺得如果不管外在的事情怎麼樣 如果你可以常常靜下來傾聽內在 我覺得你就感受到那種光明 有的時候你不用做什麼 你就可以影響這個世界這樣 對 好那這個也送給你 這後面有一句話 是Pinky在當我遇見你裡面寫的 好那 應該很適合送給現在的 能夠走到終點的人 一開始就已經下定決心 半土而非的人也是一樣這樣 我相信你應該是可以走到終點的好 所以這個送給你 謝謝 還有沒有那個 好再開放兩個名的還有沒有誰想要分享的 欸 那你認真了前面你也有什麼印象 你沒錯 就你剛剛翻了 你現在翻著 你現在翻到那一頁就是 好就這個 好就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我講這個是 你練練的與這個 你練練的 那你第幾頁 第123頁 原諒自己不是懦弱 反而是大無謂的勇者 因為你願意打開封閉的井 走向潛伏各種危險的世界 好吧 那我就來分享一下 其實之前我在 我是台中人 那之前在剛好在那個台中的 葡萄敦公園文化中 完全聽過Vicky老師的演講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我印象很深刻 他跟我 就是他那時候跟大家說 呃 他想做的是這麼多 為什麼他還要再去想那些 他不想要做的事 那我一直把這句話記在心裡 那 其實我兩年前去了澳洲打工度假 去兩年 去兩年 對 走票要怎麼 呃 很可惜沒有 打過哪些工嗎 打過哪些工嗎 有在羊肉工廠 然後縣宅的那一種 那 對縣宅的工廠 那那時候我的工作 港威是負責 專門把那個 就是縣宅剖開的羊裡面的肚子 就是胃丟在一個容器裡面的 對 就類似這一種 還有像肌肉工廠啊 咖啡也做過 對 那我要說的是我回來之後 就是非常非常意外的 因為這位朋友的關係 所以跑到了嘉義 那很意外很意外的 錄取老師這個職位 所以現在是小教師 不是 現在是在高職教書 對 可是其實一開始我 很非常非常抗拒 因為我是一個 很不會說話的人 對 而且我很不喜歡被拘束 然後我更討厭站在台上 就是 其實我很怕去分享很多東西 那我真的還 到現在 我每天都還是在抗拒那個 站在講台前面 然後跟所有的學生授課 而且 怎麼說呢 因為剛剛那一頁 對 對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我會覺得好像你只能 就走出去 走出去 然後你不能再退了 因為已經沒有後路了 對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像書中說的說 當一個勇者這樣子 應該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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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晚真是呼應了靈魂的召喚而來的 因為他是 他之前聽到Vicky的分享 所以他去做了澳洲打工度假 回來 他還沒找到那個平衡點這樣 你在澳洲一定得到很多宇宙的能量 因為那塊土地很特別 所以當你能夠給予的時候 你才會得到真正的自由 當你能夠完全開放的時候 就沒有任何東西傷害得了你 因為你就是宇宙無敵 那你能夠影響這世界會很多 祝福你 我擁抱一下 他是一個很棒的老師 不要拒絕去成為一個 可以影響很多人很棒的老師 所以我有靈感 你看看他也在翻出的感覺 就知道心裡面也需要大家的鼓勵 所以請大家拿出你的雙手 給一個即將成為最好的高職老師的 晚真熱烈掌聲 相信下次這個晚真老師 就完全的不一樣 他會告訴我 他在教學上得到多快樂的成就 通常會去念高職的孩子 他們能夠分配到的社會資源是很少的 有很多的孩子很辛苦 才會在高職上 他們需要比念高中正常的孩子更大的能量 他們將來在社會上 才會變成一個快樂的小數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要成為工程師 他一定是麵包師 美髮師 機械技師 高職是很重要的 台灣教育裡面很弱的一環 所以你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一般會去高職的孩子需要很大的能量 大家都同意 所以他的工作非常重要 那我再補充一點 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我以前還沒去旅行的時候 聽到一句話都覺得很俗 叫他把愛傳出去 然後覺得說 把愛傳出去好像很國安很高調 可是我後來真的開始旅行 我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在旅行途中 一定要遇到很多的陌生人 你不認識人幫助你 對不對 你會得到很多東西 甚至連整個澳洲的大自然 其實都是給你很多的養分 那你就得到很多愛 就很高興 所以旅行的魅力在這裡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愛 你就回來很開心 可是這時候就有一個重點 我發現很多人喜歡旅行的人 然後回來旅行沒多久 一陣子 他就受不了出去旅行 就一直在巡迴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人 沒有把你得到的東西給出去 你沒有給出去 你卡住了 你就被很多東西壓住了 你覺得說 你會有一種虧欠感 你會覺得罪惡感 你覺得說那麼多人對那麼好 你為什麼沒有把你學到的東西 別人沒有機會學到 只有你學到的東西去給別人 你知道 可以很誠懇跟他 最近經驗跟他分享 就是我之前兩年 之前我跟Vicky去騎協力車 還中國 就是去日本、韓國、大陸 還一圈回來 那時候我就回來想得很天真 趕快把書寫完 那我就把日本花了半年寫完 然後就出書了 那韓國韓國 韓國國家那麼小 小菜一碟 我想說兩個月把它寫完 結果你知道嗎 我寫了三年 那過程真的太痛苦 為什麼 我覺得兩個月在寫的時候 覺得說 好像沒有辦法把韓國人 我真的得到東西 然後就表達出來 就一直卡在裡面 你知道嗎 梁啟超說 人生最苦的事情 就莫過於背負著一個你的責任 那我在寫韓國這段期間 其實我有出過四本書 應該很高興對不對 可是沒有 我心裡還是很酷 我覺得我該做念事沒有做 然後到最近我真的是 把那本三年書叫出去 我真的 我昨天在看教隊稿 昨天是最後一天 教隊喔 我戲裡面覺得說 我對得起韓國了 所以我很誠懇告訴你說 你覺得你對得起澳洲嗎 你在那兩年有沒有學到很多東西 那你回來有沒有很認真的 花很多你全部的生命力 去把你在澳洲學道去告訴別人 分享給別人 去讓別人也感受到你所得到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你要小心很可怕 這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我想你的經驗對那些高職的同學會非常大 你要跟他們分享 因為那樣的孩子通常他的父母 可能是沒有能力讓他們出國的 可是打工度假 目前中華民國護照 有一百四十幾個國家免簽證 然後有十個國家給予青年 邊玩邊打工的機會 這對很多家裡面環境比較不許的孩子 是他有機會 他不一定很會念書 他還沒辦法交換學生 沒辦法出國留學 可是他可以出國去體驗 如果他今天念的是序幕 他今天念的是農業館 他去那些國家回來念的是休閒 念的是餐飲 他出去之後回來有英文能力 他可以在鄉下 他可以把他的東西弄在他的農村的一些改造 女王好很值得學習 這對高職的孩子是一個一扇窗 讓他們知道十八歲之後 他們可以靠自己的方法 出國去遊歷 可是他跟高職的時候 好好的把該準備的東西準備好 那三年了就改變他的一生 我特別覺得打工度假 是不是很適合高職的孩子 因為通常是家庭團體 也不是學習力那麼好 他不一定要透過考試那種方式 來成就好的人才可以透過體驗 跟技能上的訓練 那還有沒有一位要分享 有沒有人 這邊吧這邊那麼多位坐在這裡的大姐 我會看得出來 這一位就是這個松前有兩朵花的 我們會看錯人的 來跟我們分享一段吧 你翻到那一頁聽 看起來好像是蠻重要的一頁 第幾頁呢 一定要好好到別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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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四頁 喜歡圓藝的人 時間是快者 看著沙漠 美歸 會看到當初小女的愛 成長期缺水的煎熬 到有機會站在絢麗舞台上 肆意伸展的過程 石蓮花曾是寄予厚望的心心 漸漸的在角落萌成 有一邊塑膠花盆裂了 移植到沙漠玫瑰的白瓷藤 纏繞的腸梗從藤邊垂下 展現成熟韻味 每一株精心澆灌的植物 各有不同的故事 陽台的無聲變影 就是花朵 這位請問叫什麼名字 我是謝 然後恩惠的會微笑的 是三個同學 對 那妳很喜歡圓藝 喜歡看而已 但是不喜歡圓藝 所以後面的這句話 我很喜歡 就是每一株精心澆灌的植物 各有不同的故事 那陽台的無聲變影 就是花朵 然後它每天綿放的 然後那個氣息都不一樣 應該是 有時候我會去觀察那些花朵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跟我的人一樣 每一個人都美的 每一個人的故事這樣子 對不對 請問我就不太多了 那妳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那妳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我目前啊 目前在做 健康管理的部分 提態管理的部分 健康管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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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健康管理的部分 不過有在調整 已經調整很多了 神經放大調一點點 那我覺得它很棒 那因為 謝謝 謝謝 因為我沒有想到分享這個 因為這個是 就是說生活中的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喜歡種園藝的人 所以我會 我覺得就是說 有種過園藝的人 會知道說 你每天看一個植物 你會覺得它沒有動 其實它一直在改變 你會覺得說 欸 怎麼這裡 這個花突然開了 太陽花開了 就覺得說 其實它不是突然開了 你已經盯了它一年了 今天開給你看 你很興奮 就覺得 你等一年的等待 你OK 那我覺得它會分享這個 我很訝異這樣 可是我後來知道 為什麼它會選這個 就是說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會觀察邊的人 很細心的 那這樣的人其實 是一個 叫它說 是一個比較累的 因為你看到很多別人 看不到的東西 那這樣的人 有兩條路 就是第一個 就是它說的 神經變大條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條路是死路 是沒有用 因為冷革性是無法改變 那我覺得說 你 就是說我覺得 這可能跟我自己有點像 我自己也是一個 就這樣看過去 就是我看書 是一個過目不忘的人 就看過書 我現在幾百年前看過書 看過電影的細節 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誰講什麼話什麼 也就是說你是一個觀察很敏銳的人 然後記憶力很好的 所以很多事情都完全都記得 就是都裝在腦筋裡面 就是你是一個 裝了很多記憶體的電腦 那有時候跑不動 就是很痛苦 對對對 那其實年紀越大 我也建議就是人生要減髮 那我可以建議你就是說 我自己的後來解決方式是 就是說 力氣功 然後瑜伽 然後靜坐 就是說 我們會比一般人更需要這些東西 這些紓壓緊壓的 可能對別人來講只是挑掩 是挑掩聲音 跟我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因為其實用腦的人是比用手的人更累這樣子 腦濃易缺氧 所以可以建議 如果說你現在可以再做一些人生減髮 調整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你的人生的那個 就是說 以你之前累積的人 累積的人生的東西 會更滷於得水 更左右紅顏這樣 謝謝